中秋节是属于中国人的节日 这一天全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 所以又称团圆节 不过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有这种平凡的幸福 根据明慧王统计 因为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447人 这代表着至少有3447个家庭无法团圆 而这样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中秋月圆人团圆 每逢佳节被死亲 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和新年一样重要 尤其中秋更是代表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旅居海外的田璐女士 念玲先生还被关押在大连监狱 自己独自在海外 虽然思念七人 但现在的她对中秋已经没有感觉了 其实如果照以前的话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和我们四个人 或者是更多的 我们应该在一起过中秋 然后可以看到月亮 然后一块吃月饼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你让我看月亮是 月亮是挺圆的 但是月圆人难圆 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想哭 田璐希望将来能过个没有中共的中秋节 田璐的先生 辽年工程技术大学毕业 曾是学生干部并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号学生 毕业后曾获国家结出志愿者证书 还担任大连文都考研培训学校校长助理 因为修炼法轮功 2009年1月13号被中共非法抓捕 他的母亲因为过度思念儿子一病不起 最后离开了人世 田璐表示 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讲究团圆的 一家人热热闹闹开心过节 但是这样的节日 他每家人都过不了 田璐一家四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因为中共迫害 让他每家经历了妻离子散的苦难 2009年田璐先生被判刑三年 中共当局多次上门 对他的家人恐吓骚扰 他的母亲离世时 他连监狱连他回家奔丧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教师梁波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原本应该过着平静的生活 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停职 并且不断地被打压关押 去年5月20号 梁波被海电关分局的国宝带走后 辗转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今年5月 梁波的丈夫学梦春见过他一次面后 到现在都没能再见面 我们倒是不难过 大家都挺好的 然后他的情况 因为这好几个月没见到 说家里所有人也没见到 这些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他之前可能身体状况不太好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在里面 田路表示 因为修炼法轮功 许多家庭变得和睦 邻里之间也相处得很好 法轮功给予了一切幸福 这一切却因为中共一意孤行 发动了这场迫害 把一意的中国人推到了绝境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婷 王明宇采访报道 我帮助